好 台南邦又出事了吗 民进党立委林一锦的办公室 一大早遭到检调搜索 目前的检调人员还在搜索当中 台南地检也证实检察官率队北上 详情连线记者周沛 好 主播观众 带您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今天一早检调是来立法院进行了搜索 一度以为搜索的对象 是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 但是最后证实了搜索的对象 其实是民进党的立委林一锦 搜索的原因目前传出疑似 是因为她在担任市议员期间 卷入了这个助理费的纠纷 我们现在位置就是在立法院的 中心大楼八楼 也就是林一锦办公室的楼层 现在检调还是在里面 持续搜索当中 那在稍早 检调离开的时候 其实林一锦的助理也跟着离开了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林一锦 她有在脸书上面发文澄清 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 希望这个司法可以还她一个清白证明 她其实是没有卷入这些纠纷 但是其实林一锦在过去 她也曾经卷入了这个感情的纠纷 这一次她的办公室遭到检调搜索 她的过去的一些历史 也被翻出来让大家讨论 以上是现场最新消息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棚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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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